咱们前边说到陶珠提齐了三个本子 一个是他自己收藏的吉毛本原件 一个是耕尘本的晒兰本 还有一个是假虚本周如昌的陆富本 哎呀 这三个本子可是抄本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本子 如今都到了自己一个人的手里 看来造假有条件了 但是他造假了吗 咱们一个一个说 先说说这个吉毛本 吉毛本是个残本 只有四十回的文字 其中还有两回的文字是别人补超进来的 不属于原来的吉毛本 也就是说真正的吉毛本残存的只有三十八回的文字 哎呀 这件事情很可惜呀 哎 陶珠眼看着 有耕尘本有假虚本都到了手里 虽然是晒兰本 虽然是陆富本 但是毕竟文字是不缺的呀 哎 自己手里的这个本子缺了这么多的文字 机会来了 哎 把缺了这些文字 从耕尘本 从耕尘本假虚本这里边给补超进来呀 啊 然后 再用比较容易得到的七虚本 也就是有证书局的十印本 啊 再进行一番教改 哎 这个文字就非常好了 哎 这个本子如果超成了 可不得了 是最全的一个八十维本啊 啊 文字也是最好的 最合理的一个八十文 大八十维本啊 再加上还有 耕尘本 假虚本都有大量的批语 是吉毛本上所没有的 吉毛本的批语很少啊 只有少数的行间批 和双行甲批 哎 如果能把耕尘本和假虚本上面的批语 都一路过来 哎 这个本子就更理想了 啊 既是乾隆旧超本的面貌 又是最全的文字 又有最多的 织评 哎呀 这可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而最重要的这个吉毛本 是逃出自己收藏的呀 哎 这个本子 有多宝贵啊 啊 那 陶珠就开始 动笔来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 这件事情做完了吗 没有 正文 他只补超了十回 就是从 第二十一回到第三十回 这部分文字 他根据耕尘本 补超在 吉毛本上了 其他的文字呢 其他的文字 都没来得及 抄 啊 那 辟语嘛 辟语 耕尘本上 所有的辟语 吉毛本上没有的 全部用红笔 抄录过来 假虚本上的辟语 都用蓝笔 抄录过来 那也就是说 辟语都抄过来了 那么 这个事儿 他是瞒着别人做的吗 不是 首先第一个呢 他把整个做事的过程 全部写在题记里了 比如 从 耕尘本 抄录了哪些证文过来 从耕尘本和 假虚本 抄录了哪些 辟语过来 都是用的什么 墨色 说的清清楚楚 还有哪些事儿 想做 还没做的 还想从耕尘本 继续 补录文字 到吉毛本上的 还没来得及做 也在题记上 写的清清楚楚 还准备 用 有证书局 实印的 七料生 续本石头记 作为一个 教刊的本子 再把这个 吉毛本上 抄录的 所有的文字 再教改一遍 做过的 就说做过了 没做过的 也写的清清楚楚 有这样造假的吗 这吉毛本 虽然 现在在自己手里 总有一天 别人会见到的呀 别人见到 就真相大白了呀 是吧 哪有这等造假法 是吧 做了哪些事儿 还有哪些事儿 想做 还没做 是吧 还有更重要的是 补钞 是补钞的哪一部分 可别跟原来的 38回混了 第二 为了跟原本的 文字墨色相区别 不要混淆在一起了 所以 从庚尘本上 抄录过来的 辟语 全部用红色 从假虚本上 抄录过来的 辟语 全部用蓝色 试问 世上有这等造假的方式吗 混在一起还来不及呢 还用墨色 把它区别开 显然 这不是为了造假吗 第三 他还把整个做过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别人 没有瞒着 告诉谁了 我们知道的 就有一位 此宫 名叫吴恩玉 是位红学家 对曹水晴 以及曹水晴 升平的研究 资料的搜集 对红楼梦的研究 应该是鞠躬至尾 那么 他跟吴恩玉 说了这个情况 他说 鸡毛本 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了 这个本子很重要 吴恩玉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本子 还有呢 你要知道 这个本子是经过我动过手 改动过的呀 是吧 我做了一些 什么样什么样 什么样的工作 还有一点 是吧 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 这个本子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缺笔 这个文字啊 有些不完整的文字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吧 反 到了这个地方 我都给他补起来了 哎呦 这可是个不好的事情 补起来 就没有原本的面貌了呀 哎 但他说了 我这个补 可不是用墨笔补墨笔 我是用红笔补墨笔 墨笔字 不是缺了吗 不是缺笔了吗 不是不完整了吗 凡是不完整的缺笔的地方 我都用红笔 把它补齐了 一看 就知道是补的 你看看 这像是造假人干的事吧 所以吴恩玉呢 哎呀 就非常兴奋啊 这个本子已经不在陶珠的手里了 已经 这个时候 1954年已经归了北京图书馆所有了 北京图书馆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 温玉先生听了陶珠的话 认真地研究了北图收藏的几毛本 以及利博收藏的那个三个整回和两个半回 有几个重大发现 第一个 利博收藏的这个产本并不是其他抄本的产本 而是吉毛本的一部分 具体的论证 大家可以参看 温玉先生的文章 第二个重大发现 吉毛本是从宜亲王府传出来的 甚至本身这个本子就是宜亲王带着他们的家人抄出来的本子 何以见得 笔记 后来发现了乙府书目 也就是宜亲王府藏书的目录 是宜亲王 红小带着他的家人整理出来的这个图书目录 上边有宜亲王的笔记 有其他人的笔记 他们家人的笔记 以及宜亲王的章 这些抄路书目的人 起码有三个参加过吉毛本的过路 其中就包括宜亲王红小本人 再一个证据呢 吉毛本 毕了三个人的会 这三个人 一个是国会 两个是家会 一个国会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叫玄业 毕玄字会 玄字缺笔 第二个 毕宜亲王红小 毕宜亲王允祥的会 这允祥 祥子缺笔 毕小 宜亲王红小的会 小字缺笔 毕允祥的会 红小的会是毕家会 毕康熙的会 是国会 那毕国会嘛 大家都要毕国会 毕家会呢 只有他们家的人才 才毕家会呀 所以这个本子应该是 毕宜亲王他们家 抄出来的 为什么说 有红小本人参与呢 嘿嘿 他抄的这一部分 不毕小字会 他自己不毕自己的会呀 他毕他老子的会 毕他爷爷的会 毕家会 还毕国会 是这样的一个毕法 从毕会 也可以看出 这个本子 鸡毛本 是毕亲王 他们家的本子 哎呀 这个发现也是不得了啊 第三 全部现存的 鸡毛本的文字 包括 力博收藏的那三个 整回和两个半回 在内 都是同一组人 抄录下来的 这同一组人 有多少个人呢 有七个人 这七个人当中 有的字写的比较好 有的字写的比较差 比较稚嫩 那这就说明 鸡毛本 不是桃珠造出来的呀 桃珠的字 有没有有啊 第21回到第30回 以及过路的批语 用红笔蓝笔相区别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 鸡毛本 绝对不是造假的本子 鸡毛本 的的确确 是董康收藏 后来落到了桃珠手里 桃珠做了一番工作之后 后来又归了 北图收藏 吴玉先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又找到了流落在 历史博物馆的三个整回和两个半回 这就是鸡毛本全部的情况 情况清楚了 鸡毛本绝非桃珠造假 有人提出来 即使鸡毛本不假 被桃珠弄得面目全非 这个本子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吧 这话说的不对 因为桃珠做了些什么事 他全都清清楚楚的记录在鸡毛本上了 那么我们很容易把桃珠的笔记 桃珠过路的辟语的墨色 都和原来鸡毛本的面貌相区别开来 因此原来的鸡毛本还是有它的价值 尤其是 这可是怡亲王带着他的家人过路的本子 这可是乾隆旧钞本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一个真本 所以自然有它的价值 那么鸡毛本不是桃珠造假的本子 耕尘本和假虚本 是不是桃珠动过手脚 桃珠做过尾 桃珠假造的本子呢 咱们下一讲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